所以我们回回顾一下 这些年在职场中的历程 无论你自己多么的优秀 无论你对员工多么好 可是你发现在你的 你的团队中 在你的公司里边 甚至你们跨部门的交往的过程中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跟你有点不搭 所谓的不搭就叫话不投机 半句多 所以呢 这个就有时候比如说 回想一下我们的孩子 想想我们的孩子 很多小孩子呢 经常因为不喜欢某个老师 而讨厌某门课程 对吧 所以有些孩子就觉得 自己这个数学成绩不好 所以呢 他就不爱学数学 他的成绩一直不好 可是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换了一个数学老师 跟他性格很搭 没办法紧密配合 甚至格格不入的 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个性格测试发现 我们 并不是说他个人对我自己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而是其实我们在个性上 我们是对立的一个关系 所以了解这块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的能够理解 在职场中 在同部门沟通 在对领导 对上级 甚至跨部门沟通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的冲突和矛盾 来自什么地方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 我们会发现在职场中呢 我们的资源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这样 有些人那样呢 就是比如说同样是写一个 现在到年终了 每一个公司都在写 自己的年终总结 虽然公司有了模板给到我们 但是我们发现 每一个员工 每一个管理者 提交的年终总结 是截然不同的 有些人呢 喜欢简单明了 但是他的汇报的材料里边 不会有任何的错误 那有些人喜欢天马行空 虽然说我们给他一个PPT模板 他还是会把这个模板 他这个里边 发挥出自己的一些个性所在 有些人的这个汇报的材料中 他就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 架构能力也非常的强 所以有些人是用金字塔的原理的方式 来去写自己的年终会报的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 相同的资源 相同的工作要求 给到不同的人的时候 大家拿出来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其实是跟个性相关 所以我们要因人而异 那么还有一条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职场人 都特别想了解的 怎么样去搞定自己的上司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更快的 跟我们的客户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怎么样能够做到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每天要交往和应付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能够投其所好呢 所以什么样的人 你请他吃个饭就可以搞得定 但什么样的人 他必须有一些硬性的条件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 怎么样去能够 跟不同的领导相处